五月大师讲的真话了 我们要真相性 真相性那就是真发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真心 要用真心去念佛 用真心念佛 也得用真心去生活 用真心工作 用真心待人节目 不能说我念佛用真心 我跟人往来还是一样用假心 那念佛那个心也是假的 要不是真 一真一切真 一假一切都假 真心待人节目不吃亏吗 人家都骗我 吃这点亏不算什么 你占大便宜 你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 这个便宜可太大了 这世界吃一点小亏 算什么呢 这个小亏不肯吃 极乐世界去不吃 这个账你也没算算的 这个世界再大的亏我都要吃 我只要能到极乐世界就行 所以 除时待人节目 意味真心 这个真心从哪里学起 前几次讲过 从说真实语做起 不说假话 真实语 从这做起 不接受外面环境干扰 我们心才能够清静 我也讲过了 不接受外界干扰 从哪里做起 从把手机丢掉做起 你看你那个手机干扰多大 没有手机多清静啊 不看电视 不听广播 不看报纸 不看杂志 他就不会干扰你了 心不就清静了吗 清静心生智慧啊 这种忍悟叫你生烦恼啊 不会生智慧啊 不修佛 不修佛 不同这些道理 我修佛 大概十年 把这些东西 统统丢掉了 五十年没有接触了 那手机呢 我也有手机 我跟主委讲了 我的手机充电 一年充四次 三个月充一次 不开嘛 我有事情 有几次找人很方便 只有我打出去 没有人打进来 讲完话 关掉 一个星期难得用一次 有的时候 一个月 还用不到一次 这样就好 故事后 祖师大德 教给我们 少说一句话 不念一身佛 打得念头死 虚辱法身后 这首机讲的好啊 念佛重要啊 念佛是帮助你到极乐世界 说话是造轮回叶 不管你说的是好话 是不好的话 统统是轮回叶 好话是三善道 坏话是三悟道 何必造业呢 这念佛多好呢